司马氏临死之前 为何把大将军之位传于其地司马昭 让我们从司马懿的高平林之变说起 当时司马懿装病在家 朝中一切事务交由其两位儿子司马氏与司马昭处理 而当曹爽兄弟出京之后 司马懿谋划已久的高平林之变启动了 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此时他只与大哥司马氏商议 老二司马昭则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直到启示前夜 司马昭才从父亲和大哥嘴里获得消息 那一夜司马氏安然入睡 而司马昭辗转难眠 其实在司马懿眼中 司马氏是其第一继承人 无论吴勇 魄力还是能力 司马氏都更像一位雄主 反观司马昭 小心谨慎 长于计算 更像早期低调文明的司马懿 伴随着高平林之变 司马家族正式成为曹魏的第一大家 在司马一云世之后 大哥司马氏也正式成为了曹魏大将军 成为了曹魏不是皇帝的真皇帝 司马氏在位期间 抵挡住了东吴诸葛克的北伐大军 魏帝曹方密谋的政变 还平定了游冠秋简 文青发动了淮南二叛 但也正是平定淮南二叛之时 司马氏因眼流破裂并威 最终将大将军之位 传于了其地司马昭 那问题来了 司马氏为何把大将军之位 传于司马昭呢 在小编看来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这个事情 其一 司马氏之子司马悠是否能够接班 司马氏与夏侯辉成亲之后 共生下五个女儿 并无一子 后司马昭将其次子司马悠 过继给了司马氏 司马悠成为了司马氏名义上的儿子 司马氏并未知识 司马悠才年仅七岁 根本没有处理政事的能力 当时的司马家族 正处于代位目标中最为关键的时刻 司马悠根本没有完成 司马家族目标的能力 司马氏死后 他的爵位成席 都是由皇室决定的 但当时的曹魏皇室 已经没有实际权利了 但是他们的决定受制于司马家 所以司马家直接就将司马悠的选项否决了 其二 司马昭的能力与影响力 司马昭在司马家族中 一直是以二号人物来培养的 司马氏作为大将军期间 司马昭作为身处洛阳的中郎将 控制着核心地区的军权 同时 作为司马家的二公子 无论在曹魏政坛还是文坛 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而且平定了西北方向的戕户叛乱 在军队中也有着不小的声望 在当时的情况下 司马昭是整个司马兄弟中 唯一可以继承司马氏大业之人 其三 司马家当时所处的政治位置 在司马氏当政期间 司马家已经成为了曹魏的第一家族 其家人与门克已遍布了曹魏权力的各方各面 但在曹魏政坛之上 仍然有着几股力量 在对司马家族形成隐忧 以郭太后 曹方为首的曹魏老臣派 以淮南诸葛旦为首的淮南派 这两批人马都在寻找机会 端掉司马家的统治地位 再加上蜀汉和东吴时不时在边境上来那么一下 司马家实在是不能走错一步 不然随时都会有下一个高频林之变 再等着司马家通过以上三点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局势 决定了司马家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政治人才 来接任大将军一职 继续统治曹魏的政坛 于是司马昭就被推上了这个大将军之位 继续完成司马家的代位之旅